继续来看一场温馨的活动 是由台湾港务公司和圣工医院 联合举办的婚纱走秀活动 穿上婚纱的主角是失智的长辈 当他们再度穿上漂亮又隆重的婚纱礼服 接受大家的祝贺 仿佛回到年轻的记忆 脸上挂满了笑容 阿嬷们涂上口红 穿起美丽婚纱 拿着捧花满心期待的 等着让摄影师拍照 这是台湾港务公司和圣工医院 合伴的重阳节活动 希望让日照中心的失智长辈 再次穿上婚纱 回味年薪时的甜蜜时光 我们也希望 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让我们的长辈 不管是在认知上面 或者是透过他们的化妆 然后婚纱拍摄的这样的一个历程 让他们重新去拾回 他们年轻时候的那种 幸福快乐的那种感觉 结婚进行曲的音乐声 一响起圣工医院中医师 做了以前结婚时的样子 很高兴 以前结婚的时候 他比较漂亮 他比较漂亮 今天比较漂亮 他们一直在期待今天的道理 他们非常的开心 然后其中有个阿嬷 我不晓得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 那个阿嬷 她会唱妈妈 然后唱完了她还会跳舞 其实对他们来讲 我相信应该是开心的 应该是可以留下些许的回忆 一旦成为了长期记忆 就不容易被忘记 这些美好的事情 也就能被长辈们牢牢记住 再看看现场 阿嬷再度穿上白纱 看见自己美丽的模样 也唤醒他们结婚时的深刻回忆 无形中也有效延缓了老化 港督新闻张世民 小雅馨采访报道